哈囉,我是娜娜 蠻多人問我怎麼剪影片 所以今天就要來分享一下我是怎麼剪影片的啦 那我剪輯影片的軟體是威力導演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如何剪輯影片 然後分享一下剪影片的一些流程跟技巧 那就接著往下看吧 首先開啟威力導演時期 有三種模式可以選擇 我習慣使用的是時間軸模式 第一部先按滑鼠右鍵清控媒體櫃 第二部會錄媒體檔案 也就是會錄要編輯的影片 我習慣一次編輯一部影片 這樣才不會亂掉 完成剪輯後點選修補加強 第三按部視訊降噪打勾 調整色彩打勾 我沒有額外使用麥克風因此會有雜訊 這時候就需要降噪 如果自然光不足通常我會調整按部修復 再來每一部影片都是這些步驟無限循環 記得要儲存專案 這樣才不會因為突發狀況剪得很辛苦 但卻一頭空 完成剪輯後可開心專案並插入專案 將所有的影片都連接在一起 影片之間我習慣使用專場特效 威力導演的素材非常多 大家可以上Direct Zone挑選下載 不想要太複雜的話 建議一旦化作為專場特效 時間我設定5秒 我的影片需要大量字卡因此我習慣 另外用軟體製作好再會錄檔案 按照時間點放入字卡 調整大小 位置 時間 需要特別呈現出場方式的字卡 進入字母畫面設計時選擇動作 威力導演的路徑很多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挑選 不想做字卡的話可以選擇 威力導演內的文字工坊 進入文字設計時選擇特效 就能呈現出特別的效果了 接著放入屬於自己的社群LOGO 挑選適合的背景音樂 因為影片裡我有說話 所以必須調整音樂音量 我習慣從-18點4開始試 把整段音樂都聽過一次 剪掉不必要的片段 確定沒有蓋過自己的聲音 然後按照影片全場複製貼上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點選輸出檔案 剩餘時間要看 影片的長度及複雜度 像我這部影片超過10分鐘 裡面使用的字卡及效果比較多 因此輸出的時間比較長 建議利用晚上睡前輸出 這樣比較不用等喔 好看完影片了 然後大家有沒有覺得 其實剪影片很簡單呢 但是他就是要花非常多時間啦 那大家對於威力導演時期 有任何的興趣的話 資訊欄我會放試用版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試試看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按個喜歡 然後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娜娜下次見掰掰